大家好,我是王狗 我拍都市傳說拍了那麼久 這一次我就回到了這個 大家熟悉的地方 應該看得出來吧 之前去吹頭搖 錄到女生生意的地方 大家好,我是王狗 大家好,我是小鈴 不想玩了啦 你怎麼說我走前面啦 我走前面我走前面 我不要走後面 我就是要回到這個地方 挑戰視角遊戲 這個遊戲是這樣子的 傳說有名登山客去登山 結果他們遭遇了暴風雪 其中一名登山客就這樣 沒電了 結果呢剩下四個人 他們在慌忙之際找到了一間小屋 準備在那裡過夜 擔心蒸盤很危險嘛 所以他們就想了一個方法 在小屋的四個角落 各在一個人 每一個人過了一個小時 就從這個角 走到下一個角 去拍下一個人 叫那個人醒來 換他睡覺 他們就透過了這個方法 度過了那天的晚上 結果隔天 消防隊員尋破他們 問他們說 你們是靠著什麼辦法 撐過這個暴風雪 他們跟暴風雪 講了剛剛這個 四個角落的方法 消防員聽完就問他們說 欸可是這個方法 需要五個人耶 所以我今天呢 就找了四個人 跟我一起挑戰這個都市傳說 那我就求人 趴好 對他們四個是我一起 做遊戲的同仁們 你們有人有 看過鬼類的經歷嗎 完全沒有 不是只有聽過鬼故事 沒有碰過 哪有聽過 我們請漏球說一下 求人 我們請求人說一下 因為我們要坐電梯嘛 所以我們就從電梯 然後六樓往下 你說剛剛在我家的時候 對對對 然後因為我們太胖了 所以我跟子胖就 比較後走 那時候進電梯的時候 我就照我鏡子 然後突然就砰砰砰砰砰 五個敲門子 是在門外面這樣子 我問子胖說 欸你有聽到嗎 你在敲嗎 他說啊沒有啊 電梯是在心靜中的 所以我們剛剛出去的時候沒有人啊 我絕對沒有 我剛剛去缺人家 你那個門有沒有關 可能就是五樓有人吧 這可能就是我們今天 都市傳說 早就已經開始了 我們大家一起撞鬼 走吧 你覺得這樣子就是我們的第一次了嗎 大家一起第一次 走學 所以大家對這個場景有印象嗎 崔童瑤 就是這個妝 我有熟悉的感覺 欸這裡有一顆愛心耶 對 我是台灣主播 請不要傷害我 算我長大 等一下你們過程中 什麼不舒服的 一定要講一下 好 很累 跟這遊戲的感覺 很不一樣 沒辦法 現在我們現在是選那個 恐怖VLOG山上 組合 跟我們題材一樣 可以可以可以 我看這裡怎麼穿在上面黑 我看 你放心 上面更黑 結果目前 什麼狀況 也都沒有發生 依舊跟上次一樣 還沒到 就已經 很累了 我們剩兩百公尺就到了 加油 所以你們真的 每一個人都沒有人遇過鬼啊 我有聽過 這大便 我有一個室友 他在我們廁所隔壁房 不過聽到他哭說 好痛好痛 然後就要進去敲門看看 然後敲門說 奇怪 沒有人回啊 後來我大完頭去找個看 發現他美心 就是沒有在裡面 所以裡面根本沒人 對對對 聽了很久啊 聽了說 這要哭多久啊 可是你不知道他出門了 對對對 欸 過來過來過來 就是這裡 就這裡 往前看 就是我們當時 做冰箱所說的地方 我們就在這邊 進行 四角遊戲的挑戰吧 GO 菜豬尿尿 菜豬尿尿 菜跟豬 你看那邊那個是什麼 對啊 豬菜是尿尿 我現在來給你們講點 這樣會整個好嗎 對 這個四角遊戲呢 就是等一下 我們會在這四個邊 一人 各站一個邊 戴上眼罩 我們看不到彼此 等待一分鐘 鬧鐘響 然後走過去 拍那個人 接著 這個人 過去拍那個人 他們都在蹲下 然後換 那邊站起來 這樣子連續三圈 那有一個重點 四個人 run完之後 會有其中一個腳 沒有人 我們走到沒有人的那個腳 我們就咳嗽一聲 所以它就是這樣的一個 都市傳說 蠻期待說 我們現在在這邊 挑戰這個都市傳說 到底什麼狀況 對 你沒有看到嗎 他們全部已經準備好了 現在只差我一個 蠻期待 還是什麼事情 你們什麼都看不到 你們現在有什麼感覺嗎 看不太到 準備開始計時 3 2 1 開始 很靜 可以感受到 周圍風聲 不 Stacy 1 2 1 2 1 2 4 5 2 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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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